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常吃的一种食物 大蒜 大蒜是一种功能性和药用性的食品 大蒜已经被证明具有抗氧化 抗肿瘤 抗炎 以及降血糖和党固醇等多种各样的特性 它还与减少致癌物 诱导的DNA 这个断裂链 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 抑制RNA和DNA合成 以及抑制血管生成有关 就是说针对大蒜做了很多的实验 它具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那么一旦大蒜被切碎 蒜煤就会催化 这个酸胺酸分解产生大蒜素 大蒜素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 非常的熟悉 大蒜素是一种不稳定的化合物 很容易转化成为寒流的有机硫化物 那么大蒜素的抗氧效果 就归因于这些硫化物 其中有一种比较强 叫二球丙级三流化物 简称DATS 由于其结构中 硫原子数量的增加 那么它具有更强的抗癌作用 这个二球丙级三流化物 被证明具有多种的药理性 和生物活性 包括我说再说一遍 抗肿瘤 抗氧化 还有抗菌和抗炎的作用 那么我们来看一篇文献报道 2024年1月19日 来自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农工大学他们在世界顶级期刊 Nutrients发表研究 大蒜或可预发癌症 从大蒜素转化而来的DATS 可以抑制方向听受体活性 减少DNA损伤 抑制ROS形成 ROS就是活性氧 同时DATS还能增加 DNA修复的能力 防止癌变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BP 在这个实验中BP它是一种多环 方向听力化合物 它是一类一类的致癌物质 主要存在于烟草的烟雾中 汽车的尾气 还有燃烧过程中排放的一些烟雾中 在这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分析了 从大色素转化而来的 二球柄级三流化物 在阻断BP诱导的乳腺癌上批 癌变种的能力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研究发现这个DATS能够抑制BP诱导的人类乳腺上皮细胞 ROS的积累 就是活性氧的积累 同时还发现DATS能够抑制BP诱导的人类乳腺上皮细胞中 DNA的损伤 哦 还能抑制它的损伤 降低人类乳腺上皮细胞中 方向听受体蛋白的表达 最后还发现DATS还可以促进DNA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 促进DNA的修复 提高细胞对DNA损伤的一个修复能力 所以呢 这个看来啊 大酸素它这个流化产物确实具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当然 科研结论是大酸素分解的一种活性物质 正常人呢 其余医生还是要奉劝大家 想通过正常大量的吃大蒜来获得这种益处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吃的这个大蒜要吃的相当多 第二个 我们的胃也受不了 吃这么多大蒜的话 我们的胃尝到肯定会承受不了 所以呢 这只是一项这个在细胞中的实验 到临床的人体实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所以不能妄图去通过吃大蒜来达到一个预防肿瘤 抗氧化的目的 那么在抗癌的道路上可以做说 道路是曲折的 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只是证明了大蒜具有这样的功效 但是如果如何能够进入临床 让它更好去造福于人类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不要轻易去尝试 那么预防肿瘤最关键的 还是做好这预防的防癌三部曲 第一个 健康的生活方式 每种食物都要吃 但是要均衡不能过量 第二个 定期进行体格的一个检查 第三个 那么一定要科学的 在医生的指导下 科学规范的去治疗 这才是正规的防癌三部曲 好 那么 今天您了解大蒜的水击功效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邱医生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